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 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耶斯敏 两岸大事国际震惊 军事脉动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节目一开始欢迎嘉宾参与讨论 首先欢迎前立委孙大千委员 大家好 前成功级舰长黄真辉舰长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前资深外交官借文吉大使 斯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观众朋友 今天一开始节目我们来看到的是 产业上面的消息 本则有很多事跟AI都有关系 而且是撼动整个AI产业界的一个布局 先来看到一些西方国家的科技大厂 先来看联发科的部分 宣布推出了这一款最新型的旗舰5G AI晶片 叫做天玑9400的这一款晶片 他说是专门为它的边缘AI 还有沉浸式的游戏极致影像 来特别做的一个设计 再来看到超微的部分 在时日同样也是发表了最新的AI晶片的 就是要来挑战挥达的绘图处理器 GPU 执行长苏兹峰他特别表示说 这是AMD这款 它的晶片是MI325的新版AI的晶片 那么再来看到的是 他也说是基于处理器的运算系统 很快就会推出性能能够优于 挥达H100的这款晶片 我们看到的是执行长 这个黄仁勋的部分 他其实早就已经讲过了 他说新一代Blackwell架构AI晶片 已经全面的投产了市场需求 如失去理智般的疯狂 好我们先来特别的请教大陈委员如何看 现在说这个AI它在处理器的部分 晶片市场的规模 在2028年就会达到5000亿美元等值的一个价值了 接下来怎么看 2024年第四季已经接近年底了 包括联发科刚刚提到的 挥达一直到这个超微等等 他的AI的大局会怎么来做布局 委员怎么看 好因为我自己在研究所教AI 我来帮大家做一个背景的简单介绍 就是在最近这几年 大家才听到了GPU走横的讯息 那么为什么AI这个发展了将近70年 可是在最近的这三五年 这个GPU忽然成为炙手可热的一项产品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AI发展的过程当中 它是不同模型在做迭代更新的 那么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最重要的 像文字生文字或者文字生图片 或生影像的大模型 都是以像Transformer 我们叫做这个变形器模型 或者是叫Diffusion是做图的 我们叫做扩散模型 那以这些模型为主的运作模式 可是这些模型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大家知道电脑所读到的东西 AI所读进去的东西 不是像我们人类所看到的 说以为影像进来就是影像了 这个文字声音就这样进来 其实不是 他们所读进来的东西都是矩阵 就是如果你看到的是图片 它就是Pixel 不同的像画这个像素的矩阵 那你如果读的文字 它就是它一样 Pixel是这个矩阵 然后这个文字的话 我们所看到的就像像亮 那像这些东西读进去之后 它就开始要进行非常繁复的运算 所以现在的这个大模型的AI的特点是什么 它要经过 都是要经过大量的 重复的 平行的 简单的运算 但是这个量非常的大 那么如果你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工作 你当然你这个模型的速度 就会相对变慢 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算力就是这个 你是不是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完成这个大模型的工作 而且现在的任何一个大模型的参数 都是上兆个 它不是几亿个 它是上兆个参数 所以你一次进去的时候 它等于有上兆的这个运算 要不断地再重复地进行 那么也正因为如此 在最近这三五年 大家所看到GPU为什么走红 其实GPU的重点 它本身不是在做运算而已 它本身是在做图像处理的 所以我们常常在以前做电脑的时候 大家关心的是CPU 很少人关心GPU GPU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俗层的显卡 就是你要画图的时候的GPU 可是GPU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它跟CPU不同的地方是 GPU只能做简单重复大量平行的运算 它做不了复杂的运算 所以像CPU 我们以前常常看电脑 都看CPU的规格 因为CPU是要做这个高端的运算 或者是这个逻辑的推理 可是GPU不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GPU后来 原本是在做图像显示 结果就被拿来做 这个AI的这个大量的重复运算了 那这是GPU走红的原因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刚才这个斯敏跟大家讲的 这几家公司 像联发科 他在讲的 在做的也是以GPU为主 因为他说要做的是边缘运算 因为现在的AI 已经发展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所以以往我们的AI 都是把数据送回Data Center 就是数据中心去进行运算 然后结果再送回来 可是现在很多AI的模型 它可以安装在你的手机上的 像Google的Pixel 9 它的这个手机上 安装的是Gemini Live 它这个大模型放在里头的时候 它很大一部分是用手机来做运算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叫做 这个Edge Computing 就是边缘运算 在你的手机上算 在你的这个电脑上算 在你的Notebook上算 但是呢就不见得一定要全部通通都送回Data Center来算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像联发科现在在做的 它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做Edge Computing 因为联发科本来就是在做手机晶片的嘛 那么当然它做沉浸式游戏跟这个极致影像 这跟GPU是类似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AMD也是一样 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这些都是GPU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现阶段GPU的竞争非常的强烈的原因 因为市场需求量很大 如果各位有注意一下 今年的诺贝尔奖化学奖跟物理学奖 这两个奖的得主都被AI的学者拿下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百工百业 都生活在AI的环境里了 大家想想看 当你生活中如果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跟AI有关的话 你需要多庞大的算力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苏智峰所研判说 2028年要5000亿美元 我认为都还太过于低估了 我帮大家算一下 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灰达H100的这个顶级的晶片模组 一片大概要40万到50万美金 全球在2024年今年的需求 料金将近100万片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量就会越来越大 因为我现在所讲的还只是以现阶段 那如果接下来有更多的这个大模型 不断地被推陈出新 然后我们不断地在运用 包含机器人 包含这个什么智能车 那么我们需要AI的算力 一定会大幅地增加 所以这就是Elon Musk对外讲的 他说现在全世界 好像所有的人跟他们养的狗 都在买GPU了 所以这就是大家可以知道 GPU有多抢手 但是你说辉达 它会永远站在这个霸主的位置上 未必 我们刚才看到像联发科 看到了像这个AMD 已经在挑战它了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刚才跟各位做过简报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的重点不是全然为AI 它是做图像显示 但是拿来做运算 所以现在有很多厂商 推出的是什么 专门为AI做的 就我专门是以AI运算为主 比如说Google叫做TPU 叫张量处理器 或者一个叫做NPU 神经处理器 或者是另外一家 GROG叫LPU 语言处理器 那这些这个晶片 不断地在推出 那他们当然就会挑战到 挥达的这个霸主地位 所以挥达除了要面对 业界GPU的竞争之外 它接下来 他们可能还要面对到的是 专门为AI设计的晶片 对他们所产生的威胁 好我们看完西方国家 对于这个GPU 还有AI的相关的需求之外 我们也来看到中国大陆的部分 现在是说呢 这个来自于厂长士官同学 微博的部落客 他所做的分析 他说华为Mate系零 它搭载它的新的一个处理器 但是成本确实是比较高 所以接下来 麒麟910售价可能是超过 联发科 我们刚刚讨论的这款 天机9400款的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中国人工智慧 它的晶片有 韩武器 华为等等 但是都还没有讨论太多 有关于价格的部分 怎么看中国大陆 它的企业的策略 什么是中国大陆 AI发展的最佳策略 我以为怎么看 中国大陆的AI发展 跟这个西方国家的 发展的轨迹不同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不同的地方是在于 因为美国对中国大陆 进行科技封锁 所以事实上 中国大陆的晶片发展 跟西方的晶片发展 是两个世界 讲直白的就是两个市场 就美国现在想尽各种办法 不准这个西方的这些 这个AI晶片的大厂 把他们的产品 卖到中国大陆去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做的原因 是因为 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 现在AI的应用 我必须说 也许美国在AI的研发上 的这个脚步跟速度 是在全球首屈一指 可是如果你现在看到 AI的应用的话 以我过去这段时间的研究 中国大陆在AI的应用上 绝对不输于美国 所以美国当他警觉到说 中国大陆广泛地把AI 这个在各行各业 百工百业的 这个各个应用场景上 都不断地在做应用的时候 美国当然会警觉 所以美国不断地在研发 可是中国大陆不断地在应用 他们在AI的这个 这个使用操作上 本来就是不一样 那这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美国开始要封锁 开始要封杀 中国大陆的AI晶片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当然没有市场价格的问题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 跟回答竞争 大家有听懂我刚才讲的吗 因为这是两个市场 西方的晶片 是可能卖到中国大陆来的 中国大陆的晶片 自己用都不够了 哪有时间卖到西方去 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竞争关系 现阶段对中国大陆来讲 它的AI的大模型 如果要持续地运作下去 它的关键就是 我刚才跟各位提到的算力 美国现在要掐住它的脖子 就是掐它的算力 当你的算力不够的时候 你的大模型就跑不动了 你没有办法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得到答案 你的运作会卡卡的 甚至你没有办法去训练新的大模型 所以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 它现在不是价格的问题 它现在是数量的问题 就是它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在不要靠西方的援助 不要在得到西方的 这个采购的过程当中 自己自行能够完成生产 然后能够达到它国内的需求 其实中国大陆自己 国内的需求量就很大了 中国大陆排名前五家的 这个AI的公司 从华为到腾讯到阿里 到科大讯飞到百度 光这五家每一家 大概就要一万片 这个AI的晶片 所以其实我想说 不管是韩5G或者是华为 他们如果能够生产出 能够投入算力的晶片 光这五家就抢不完了 还别提说除了这五家之外 还有45家中型的 这个AI发展的这些公司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的市场 非常的庞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你会看到黄仁勋 他想尽各种办法 都希望能够把晶片卖进去 因为他自己心知肚明 他的市场在哪里 他的市场不仅仅在美国 更在中国大陆 其实现在全世界 所有的国家大家看看 除了美国跟中国大陆 其他的都不算是什么 好所以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 自己是想要抢自己的内需 美国也想要抢中国大陆的内需 掐住他的算力 大模型不让他去做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美中对抗的格局之际 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 这次跟美国商务部长 在8号这一天 特别进行的通话 那王文涛就针对了 美国对中半导体的限制 还有限制大陆的网联车 这些来表达严正的关切 我们都知道美国对中的 这个限制措施还会持续 尤其是在总统大选之前 这力道不会减弱 那王文涛这时候 发出这样一席话 是想要向美方传递什么讯号 大师怎么看 我想王文涛当然还是 对美方的做法 违反既有的国际贸易规则 提出强烈抗议 那么希望美国 这个中共大陆在竞争上 不要用这种违反 违反这个国际贸易法 或者说互蒙其害的方法来竞争 这是一种说法 可是问题能不能改变 美国的做法 看起来效果是很小 所以美国事实上的话 它有一个两难 一个就是说 它不能够完全放弃 大陆的市场 另外一方面又不能把一些 尖端的科技产品 让中国大陆取得 所以它在两个中间 一直在取得一个平衡 过去这个辉达 事实上它替中国大陆 设计的这种特供的 专门中国大陆的市场 那美国政府本来是同意 后来也不允许了 那就是要封锁中国大陆 取得先进晶片的管道 那可是问题就变成 就是说中国大陆 事实上以这个华为为首 还有这些韩武器 也有很多这些 这些AI晶片的制造的厂商 现在看起来也有突破 到底突破到什么程度 我想最明显的就是 中国大陆现在华为 自己的这个Mate60 Mate70用的这些 用的这个核心处理器 GPU来讲的话 事实上都是中国大陆 自己做的 华为自己在做的 所以美国现在就是说 它对中国大陆 这种卡脖子的 尤其几个重要的科技 那AI是重中之重 所以要让中国大陆 第一个买不到 第二个制造不出来 那可是中国大陆 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这些厂商 不管是这个华为 或者韩武器 它设计晶片的能力 已经具备了 也就是自己可以 设计这个晶片 过去美国有这个 这个所谓的晶片设计的 软体的一个 手上还有一个杀手键 优势 可是现在看起来 中国大陆已经突破了 因为从几点 九千 九千一亿来讲的话 这都是中国大陆 华为自己设计出来的晶片 那现在关键 就在制造的部分 制造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 最主要是制造的设备 那制造设备 基本上大部分还是在 掌握在美国厂商 还有就是 美国所能控制的厂商 包括这个 这个ASML 它的光刻机 那现在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做出7奈米的这个晶片 事实上 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那过去认为 这是要用 生子 极紫外光机做 可是大陆是没有 极紫外光 它只有生子外光机 生子外光机 那样也做出来了 所以现在美国的做法 就是要怎么样呢 要把你这个生子外光机 在这个 比如说在这个中芯 在这些 中芯 这些生产晶片厂商里面 这些光刻机 让它取不得 原料的补充 然后呢 它的维修也给你断 所以基本上 美国做的是很彻底的 所以 那中国大陆最近的 他们的这个 这个电子工业部 公布了一台 中国大陆自制的光刻机 看起来好像是 64奈米 我看这个 慢慢大家比较 冷静下来看 大概是64奈米 那距离这个 7奈米 甚至5奈米 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大陆上已经在赶了 不过整个来讲 我想就是说 美国现在的看法认为 这个尤其在 AI科技上面的 这个竞争 是美中两国 谁胜谁负的 关键产业 所以美国基本上就说 这个问题不能谈判 这个 这个雷蒙多 直接跟这个 王文涛讲说 这个是国安的问题 不能够谈判 那我要敬你 就是要敬你 那你能不能生产出来 你如果得到 那就看你自己本领了 不过基本上 我们就看 黄仁鑫过去一直讲 他认为 他一直不太赞成 美国用这种 这种所谓的 断货 或者这种 把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 这个拿到 这个先进 这个GPU 这个晶片的 这个管道 给他切断 因为黄仁鑫认为 这种技术 中国大陆迟早 自己可以掌握 如果大陆 自己掌握的话 那美国现在这一切的这些努力 那等于从某种程度上来 是帮助中国大陆 在相关的这些 关键的这些电子产业上 加强自己的智力更生 然后推快 中国大陆 制研产品的一个时辰 所以 这个东西就看就是说 大陆是不是能够在 在这个短时间里面 自己得到取得这种突破 那么 王文涛的话 事实上是对美国表达不满 可是并不表示 中国大陆 他自己的研发的这个努力 就会停止 我想就是说 中国大陆一方面 王文涛抗议 那我想他的科研单位 一方面也是在加强 加强努力 所以呢 如果说中国大陆 在晶片的制造 那获得突破的话 那我想就是说 以中国大陆现在这个完整的工业链来讲的话 还有庞大的市场来讲的话 那很可能 未来这个 尤其这个晶片 这个 不管是GPU CPU 还有这个核心处理器 这些晶片 可能中国大陆会是变成一个 美国所无法打败的一个对象 好 美中对抗格局下 现在中国大陆针对这个设计的部分 已经跟美国已经可以抗衡了 那制造的部分现在是在快速的崛起 舰长您如何看王文涛这一句话 王文涛他是 就他的工作讲他的话 那他也知道 其实讲了这个没有用 但是 当一个政府讲出一句话 他通常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 我希望你能够改 就是我希望美国政府 不要这样子 做这种不自由的保护主义 那第二个就是 其实你不可能改 未来五年十年大概都不会改 但第二个就是 我表达我的不满 当我不满了之后 我就可以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 王文涛特别讲了一个 他说几个月前还讲 保护主义是危险死路 他说即使我们不见得能够 对等地去征你的税 我们也可以选择 贸易等量的货物来征收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 对等地这样对你报复 我用别的 因为没有一个政府会对这种事情 说我束手无策的 不去采取这个措施 我想王文涛他就要 进他的一个政府官员的一个 他一定要讲 那真的不管谁当选 其实不是因为选举 不管谁当选 五至十年这种制裁 双方的这种争霸都不会改变 在数个月等待之后 我们来看到是美国加州 尔湾检察局在8日这一天 正式宣称了 接下来会使用全美首辆的特斯拉 我们看到画面上这一台Cybertruck电动皮卡车 这个外形大家觉得说很前卫 那它的车体是用不锈钢的 造价达到了新台币近500万 496万 很多的民众其实在美国也都抱怨说 你警局高价买了这一款车 是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 最近有很多的负面声音 那在月初的时候 特斯拉还因为这个后市的摄影机影像 延迟问题是宣布 召回它的2.7万辆Cybertruck 是今年第五度被召回了 也是这一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欧洲市场的部分也有一些负面的声音 英国媒体报导说Cybertruck 在进入欧洲等捷克等等的国家的时候 遭到许多民间团体抗议说 它这个车子的边边 有锋利的边缘 很容易受伤 很容易导致民众死亡率上升 应该要禁止在欧洲的街道行驶 Cybertruck到底是 为什么受到这么多国 这么多单位的排挤 负面声浪不断 是因为品牌形象的问题 还是车子本身就有一些问题 委员有什么解读 这个车子的设计 其实就很奇怪 我觉得你从来没有看过 一辆车子要设计成为那个样子 大家都刚才都已经看到了 那个电视墙的资料 就说那个车子的设计 我只能说真的有够丑 就以我这么多年来 看车子的审美观 我无法理解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 是要把一个车子设计成那个德性 就算你是一个皮卡 你有一个未来的这种形象 你也不至于要把它做成这个样子 你知道这个后面有多尖吗 大家可能没有看过真的Cybertruck 可是我曾经看过真的Cybertruck 你后面摸摸看 它的车子如果真的不信 它那个边角经过你 马上就被割出一道痕了 它是全不锈钢外壳打造 而且你看到没有 它全部都是尖角 它是锋利的 它是完全锋利的尖角 它还不是给你遁角 它就是个尖角 所以你无法理解说 为什么一个皮卡要做成这样呢 就美国有很多很好看的皮卡 你就算要做个电动车的皮卡 也不至于要做这么丑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当时看完那个Cybertruck 我就是不理解了 就是到底Elon Musk 他们的设计团队 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就通常你设计个车体 因为我以前博士念的是 那个材料力学 就是念车子的 所以我们在做车子设计的时候 都在乎的是什么 阻力要小 所以你要流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跑车 它都是很流线的 因为你风阻越小 你就越省油啊 你相对来说就节省能源 可是这个东西 我实在也看不出来 它到底省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也没有办法节省风阻 那它到底这样设计的概念 究竟代表了什么意义呢 所以其实Cybertruck 说实话 卖的并不好 就是如果你相较于 特斯拉其他的model Cybertruck卖的并不好 就是你很不容易 才会看到一台 那么那看真的 就是如果有人买了一台 在路上开 大概也不会引起大家的羡慕 可能会引起一阵笑声 就怎么那么丑的辆车子 开过来呢 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 说各国或者是各单位 它的负面形象不断 那你说品牌形象在弱化 那也不太至于 因为各位知道 Elon Musk现在正在做 大规模的转型 像今天 今天这个特斯拉才 公布了他们新的发布会 其实我们前几天就一直在等 所以他到底要发布什么 他今天发布出来的是 特斯拉最新型的机器人 叫做Optimus 就是擎天柱机器人 最新的一版 这个机器人已经到 可以给你用剪刀石头布猜拳 他的上一版的擎天柱的机器人 已经可以用手拿起鸡蛋 而不会把鸡蛋捏破了 所以其实 这个Elon Musk在前两天 他就已经暗示了 他说我特斯拉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 从电动车的这个公司 会转型成为一个机器人的公司 那么未来一定会全力的 在投入机器人 所以 Cybertruck会得到其他人的这些批评 我觉得不意外 就大家仔细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照片 或者如果以后真的有幸在路上 看到那个真实的车款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我说的绝对没有错 所以其实这种车子 你说要有很好的市场 那么 目前为止看起来 真的是很难达到 而且我必须强调的是 它价格还不便宜 对啊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Iran的这些民众会 complain说 你这么贵的车 花这么贵的钱 去买一辆这么丑的车 然后这么丑的车 性能看起来也没有特别好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好 所以我们看到Elon Musk最近很忙 他除了积极在转型 自己的产业之外 还积极的参与政治活动 他最近常常接受媒体的访问 尤其11月份 不是要美国总统大选了吧 所以他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最近真的是非常的公开 力挺川普 他还开玩笑说 如果川普呢 输了我就完蛋了 那自己可能会去坐牢 他讲了这些话 他也批评民主党 他的这个非法移民政策 根本就是有问题的 把非法移民都给合理化了 但是我们知道川普 他其实没有这么支持电动车的 他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电动车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马斯克还要特别压保川普 大使怎么看 我想这个 其实大家都知道 川普反电动车 是反中国电动车 他不是反美国电动车 所以他基本上 他这个反电动车 其实相对是 他想要去争取 美国传统这个燃油车产业的 这些摇摆州的这些工会 跟工人对他的支持 尤其在米西根 在Pennsylvania 这些传统这些 能源的这些 大大大洲 所以他就把这些 比如说气候变化 还有美国这个 所谓的能源政策 川普都是比较保守的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马斯克应该很清楚 就是说他基本上 如果说是美国人的电动车的话 在美国还是会受到保护的 还是会受到 慢慢会受到支持的 而且你要知道 就是说马斯克的这个电动车 基本上 他也不是完全靠美国 这个市场 当然他Pickup是一个 是一个很 是一个 是一个等于说是 他的一个 严重的一个失误 是很失败的一个产品 那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最重要 他支持这个川普的原因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应该是心心相喜 两个都比较 是精英主义 而不是民粹主义的支持者 那你要知道 马斯克他事实上 他小孩通通不送到 公立的学校 就是正规的教育学校 里面去受教育 他的小孩子都是 跟他这个公司的同事 他们自己找老师教的 从来不到公立学校 这些一般 他们认为那些学校 事实上只会把这些人 像他们这种天才 变成白痴 不会把白痴变成天才 所以他们是精英主义的 这个跟川普 他是极为怎么样 极为吻合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其实马斯克他已经接受了 川普给他的一个官职了 就是美国这个政府改造委员会 效率提升委员会 他将来要出来负责这个 他说我接受了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推特吧 被他接下来以后 他说我们同样 我的产值增加了三倍 我使用的人少了五分之四 所以他认为他是怎么样 他认为这些组织 是以精简跟效能为高 而不是不断的扩张 所以这正好跟这个 共和党主张小政府 然后呢 民主党主张大政府 又是两个很鲜然的对比 所以我觉得他不管怎么样 川普对于电动车如何看法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是心心相喜 对 那他希望美国是由这种超人 像川普这种超人 然后呢 完全是以这个国家的利益 那么这个国家发展 为前提 然后用他的超人的方法 手法跟他的见解 来带领这个国家 就跟他对自己的期许一样 他的公司也不上司 他的公司就是 他一个人在里面 怎么讲呢 由他这位超人 在决定一切 对也是他 错也是他 所以呢 我觉得 我觉得 他也不会说 真正他这个 川普没有当选 他就被关起来 我想他是夸大其词 不过 从前两个礼拜 他接受 他这个直接参加 川普的造势活动 到后来 就是说大力替川普宣传 我觉得他已经把他自己的 未来一部分的目标 跟川普绑在一起了 那将来如果川普选上的话 马斯克有一定的功劳 好 谢谢 谢谢大使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这一节我们来关心俄乌战士 近日传出一架俄军最先进的这款 是他的S-70猎人隐形无人机 好 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一台 其实是隐形的一台无人机 在乌克兰顿内此刻的战场上面碎毁 结果被这个乌军给带走 特别要来针对这款飞机 做一个相关的研究 因为大家看到S-470它最高飞行速度的部分 达到了每小时可以达到1000公里的一个速度 最大的飞行距离也则是达到了6000公里 是俄军卫 速57战机量身特别定做的相关中辰疗机 另外呢 S-70也耗尘能够攜带达到2.8吨的一个炸弹 以隐形方式它就可以飞到敌人的上空来进行攻击 S-70无人机的原型机 它其实在2019年当时它首度的起飞 2021年它改进了它的机尾的喷气口之后 让它的隐形度又再次的提升 也成为是俄军目前最先进 同时保密程度最高的无人机 今天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除了这个从武器方面来做解读 看这个战场到最新的战线 乌克兰现在比较危险的地方是在它的东南部 因为乌冬现在已经很危险了 会往东南部走 甚至到地面薄荷 地面都已经面临困境了 今天我们从战情地图 也会来做进一步的深度分析 就来看这款武器S-70 刚刚说了最新锐的兵器无人机领域来说 在过去俄罗斯都保密 为什么这一次突然间出现在战场上面了 舰长怎么看 首先我要说这型战机 是一个非常先进的AI控制的无人战机 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发展说 现在的五代战机就是所谓的逆中的 然后在正常巡航就超音速 这叫五代 那什么叫六代战机呢 我看过一个分析 他说六代战机就是一架 我刚刚说的逆中的五代战机 配两架AI控制的中程辽机 就是像这个就是未来的发展全都是这样 包含美国是说它的次世代的先进战机 它已经都规划出来了 好比说就是一千架的有人的这种战机 再配两千架的这种无人战机 都在这么做 这是大国重器 像好比说俄罗斯 中国美国都投入了相当大的一个精力在做 那俄国我看了这些所有东西里面 俄国其实现在很多的军力啊 技术都在说 唯独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他们还是做得非常的好 有几样东西你就可以看出来 它到底这个东西比人家强在哪里 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的重量 它这个重量是20吨 记住这个20吨是没有人的 你说一般战斗机是不是有人坐里面 有驾驶舱有那个弹射座椅有仪表要让人看的 这东西通通没了 就是所谓的无人机 它20吨对不对 我们看看啊 F-16满载的时候最重是19.2吨 幻象17吨 金国号战机12.5吨 我们连上人的装备扣上去 还不抵不过它一架20吨的 这是第一个 我们再说这是大国重器 有三个国家都在发展 它是20吨 美国的全球衣是美国的发展的 最重的那个无人机 14.6吨 中国大陆发展了一个叫无真7 也是一个算比较重 大概13吨 通通比它差好多 你会发现 哇 那个俄罗斯搞这么大干嘛 我发现俄罗斯很喜欢崇尚这个 很大的载台 好比核潜舰 他们那个台风 48000吨啊 我天哪 你什么东西可以到48000吨 那个潜舰 我们的潜舰两三千吨 一般的核潜舰像美国的那种最大最大的核潜舰大概1.8万 它4.8万 这个东西同样让我看到 我天哪这么大 你再想了 它把所有的人都设施通通拿掉它有20吨 所以它可以装很多的炸弹 我刚刚看到它的资料说2.8吨 我说那还算轻的了 所以它可以飞好远 你看它可以飞好 6000公里 这算是对飞机而言 像这样的飞机算非常远 所以它的企图性非常之大 它这个做的东西确实让人家觉得 俄罗斯还是有些军事科技非常先进的 但是你说它这次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呢 我想它找不到一个 大概这么逆中的 你看那个形 它真的是一个逆中 可以飞这么远 在这个时候 它找一个东西去做一个侦查 打击 2.8吨也可以占很重的 但要它认为别人也看不到它 它可以去执行一些秘密的任务 但是不信呢 记住它不是被击落的 它是坠毁 就是它自己可能出了什么问题 不晓得什么控制出了状况 结果坠毁下去 所以才会被它们断翻 否则你可能根本就打不到它 不管怎么样 这架飞机让我感觉 俄罗斯对军事的实力还是存在的 难怪它是全世界军事第二大强国 按照了所有的评论 它是在中国大陆的前面 它毕竟有它的一些实力在 好 看完俄罗斯的天空的重型武器 这款无人机之后 我们来看到地面现在的最新战情又到哪里 尤其是乌东 大家就在很关心说 现在包括了胡列达尔跟托列茨克都被打下来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脚步趁机继续的下去 下一个目标他们已经想好了 就是要大举进攻的是乌克兰第六大城市 位在东南部的扎波罗勒市 扎波罗勒市是扎波罗勒州的首府 事实上俄军先前已经攻进了扎波罗勒州 但是没有能拿下它的市区 而对此乌克兰对乌克兰来说 扎波罗勒州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它是乌克兰当时在2023年夏季反攻中 有最多突破的一个战线 目前它还是隶属在俄罗斯的这个部队 东南军区第429摩化旅 正从瓦西里耶夫卡市出发 画面上我们看到 沿着N18的公路进攻 前锋距离扎波罗勒市 其实只剩下80公里了 我们现在来关心俄罗斯拿下乌东防线之后 再往东南战线走 引发了大规模的攻势 乌克兰的扎波罗勒市这一回 到底会不会不保 如果真的失守了 接下来会对乌克兰整条战线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大使怎么解读 现在已经慢慢有一些评论认为 很怕乌克兰在美国大选之前 就整个崩溃掉 也就是说其实军事上常有一句话 就兵败如山倒 就是说你积小胜为大胜 这一阵时间你都可以 都是看到俄罗斯不断地攻城掠地 乌克兰都是节节败退 包括这个库尔斯克 库尔斯克乌克兰用了差不多 将近两万的兵力 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变成另外一个绞肉机 那你要占据你的据点的话 那你就要投入兵源下去 那最后被俄罗斯压倒性的兵力 把它吃掉 最近这个普丁又在增兵 大概要增14万新兵 那所以俄罗斯可以说是后勤 还有人员跟装备是源源不绝 那相对于乌克兰来讲的话 就各方面都显现出了它的不足之处 最近在这个也是红军城这个附近 他们本来想要大家亚述营的部队派上去 后来亚述营本身就拒绝了 他就他认为他上去的话 基本上就是进入绞肉机 那不愿意去吸 就是说牺牲自袭的有声力量 你要知道当一个战局有的部队 他为了保全战力而不愿意到战场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讯号 所以这些讯号现在都传出来了 前一阵子乌克兰有一位女兵 这个是一位五个孩子的妈妈 她是神枪手 也在传出在战场上阵亡了 那结果后来一查 现在在前线乌克兰的军队里 百分之十六是女兵 这就变成就是说战场情况 我们过去只是他平均的年龄 只四十三点六岁 现在变成百分之十六是女兵 所以他战场这个前线 看起来是很吃力 那这个哲伦斯基 他最近他的重点在兜售 他的所谓的胜利计划 那当然到现在没有把它完全地公开 可是各种的报道 看起来这个胜利计划的构想是很简单 也就是 泽伦斯基愿意用领土来换取安全保证 也就是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占据了领土 他可能就接受了 可是问题他交换的条件是说 你要给我一个安全的保证 那当然大家就联想说安全保证 那就是北约的会员国 或者俄罗斯给予乌克兰何种何种保证 不过看起来乌克兰要成为北约会员国 问题不是俄罗斯的问题 是包括匈牙利 包括德国 包括法国 这些既有的北约会员国不同意 对啊 北约的会员国是要共事决 一个国家不同意 他进不了 那所以就是说 即使是这个胜利计划 当然最后因为这个美国飓风的关系 拜登也没去 本来要在这个德国要开 也没有开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说看起来整个局势 对乌克兰讲 好像已经有一点点强弩之末 就是说最后阶段 那当然如果说美国再过三个礼拜左右的 这个总统大选是 那么川普先生当选的话 川普讲 他要以美国总统当选人的身份 就结束这场战争 那是不是照这个泽伦斯基的如意算盘 就是说我以国土来换取俄罗斯 还有各国对我的安全保证 是不是还有那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都很难说了 因为败军不可言勇 你在战场上失败的话 就是告诉你在谈判桌上 你是没有谈判的这个本钱的 所以我觉得就普丁来讲 你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个很沉稳的一个 很稳定的一个战略目标 即使你在这个把我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康尔斯克你打入我的这个俄罗斯的土地 并没有动摇布丁 在东线慢慢扎实的一寸土地 一寸土推定的这个策略 所以现在他把这个红军城团团围住以后 他也没有要一举攻下红军城 你看他突然挥兵扎波罗热 那这个对俄罗这个乌克兰来讲的话 那又是一个新的一个战况 那他是要派援军去围救扎波罗热的话 那很简单 那他红军城就更容易被俄罗斯拿下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战场上 我们最重要的是谁是主动 谁是被动 看起来现在整个战场就是 普丁是完全主动 然后呢 哲伦斯基已经在想这个战争以后 他这个国家要怎么样形式存在了 所以这个已经可以看出来 已经败向一路了 好 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三个多周而已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俄罗斯掌控他的主动权 除了打下 接下来要看的是扎波罗热之外 大家也在关心说 接下来他的另外一个目标 是这个地涅薄河东岸的部分 他说希望能够打下2023年夏季大反攻 乌克兰当时辛苦打下了这个地方 叫做拉伯纪诺图初步 如果连这个地方好不容易乌克兰拿回来 也被打下的话 接下来可能俄军会进一步走到的是 地涅薄河登陆的西岸去吗 地涅薄河现在变得非常的关键 委员怎么看 原本我认为不可能 但是自从泽伦斯基挥军进入了库斯克州 俄罗斯也放出了狠话 就是这场战争没什么好谈的 大家就不死不休分个高低了 那么当然未来有没有可能度过 这个地涅薄河登陆西岸 现阶段就很难说得准 那我觉得其实打到现在 我不懂大家会不会觉得 泽伦斯基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就我们在这里讨论他的胜利计划 讨论了好几个星期 那真的有胜利计划会打成这个德性吗 如果你真的有个什么胜利计划 现在理论上不应该那么惨啊 可是现在你看起来 他就是兵败如山倒 那到底那个胜利计划在哪里呢 就前一段时间就像大使讲的 他不倒去兜售 他有个胜利计划 讲的一副好像这个陈竹在胸了 大家都以为他有什么锦囊妙计了 就看不出来有任何锦囊妙计 就打得丢盔卸甲的 就一卸千里 然后你既然乌冬的这个战线这么吃紧 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分兵去打库斯克州 你进了库斯克州 你往前打也不是 你退出来也不是 你那个部队要摆在那里干嘛呢 你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有声战力 你不把它投在乌冬 不把它投在这个杂波罗的热 你把它投在一个库斯克州 然后摆在库斯克州这个地方 眼看着你乌冬的战线 跟东南的战线崩溃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军事操作的考量 其实我也完全无法理解 但是其实刚才大师讲到一点 我觉得好悲哀 就是我一直在强调 如果有历史 一百年后的历史 泽伦斯基一定是乌克兰的罪 一场战争 打到这个国家已经没有男人了 打要16%的女兵在现场打 代表什么 代表能够从军的男人 不是跑了 就是战死了 一个国家打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 连女性战力都要投入战场了 这场战争不管胜负 这个国家要怎么重建 这国家活生生的 这大量的人力就死在这场战场里头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泽伦斯基也好 或者是我们待会要讨论的 这个纳坦雅胡也好 真的就是 这个本世纪 地球上最大的罪人 满手血腥 谢谢委员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这一节我们来关心的是中东的战事 纳坦雅胡现在硬起来持续的进攻 黎巴嫩真主党炮火只有越来越猛烈而已 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在10月10号这一天空袭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市中心 造成了22人死亡 这当中还有117人因此受伤 这个是黎巴嫩遭遇过单次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攻击了 就在同一天 以色列的战车还炮击了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的总部 大家比较惊讶的是现在连联合国的部分 他也动手了 造成一座绍塔倒塌两名爱尔兰籍的维和部队人员受伤 针对此同样有派兵加入这一次维和部队的意大利国防部长 这位是克罗赛托 他表示这起攻击可能构成战争罪 要求以色列出面解释 因为他认为这并非是一起失误的事件 以色列连联合国部队现在都炸了 会不会构成战争罪引发国际的制裁吗 为什么纳坦雅胡敢这么做 大使您怎么看 最主要就是美国撑腰 联合国事实上我们先要厘清 它不是世界政府 它是一个国际组织 也就是全球治理下面的一些国际机构而已 联合国的宪章 它有一个理想就是非战 就是说所有的战争 如果不是联合国授权都是违法的 请问一下有用吗 美国发动好多战争都不是联合国授权 联合国还有一个在安全上设计叫集体安全机制 集体安全机制事实上是联合国可以获得授权以后 采取军事行动 包括组织联合国军 包括现在组织这种维和部队 包括成立所谓的罪犯法庭 审判这个犯真的都可以的 可是前提叫联合国 透过它的内部的合法的程序达成决议 那这合法的程序第一关就是在安全理事会 安全理事会联合国是向强权 它是做妥协的一个制度设计 所以五强是有否决权的 所以基本上联合国如果要采取集体安全机制 或者对这个违反战争或者和平的 联合国宪章的这些国家进行这种审判 比如说有好几个 比如说前南斯拉夫的罪犯法庭 就把原来的南斯拉夫总统就判刑了 这是联合国设置的 可以这样做 可是前提是联合国本身要共识 可是联合国设计给五强 就是说安理会的五强有否决权 所以只要美国不同意联合国这样做的话 联合国就一点作用都没有办法发挥 那最主要以色列说 你说他为什么都什么都不怕 也就是美国是他的 不是美国是他的字 他是美国的爸爸 他的儿子很争气 可以把这个联合国给瘫痪 所以从这个加萨走廊开始打 不就是从开始所谓进行的 各国都认为的就是种族灭绝 就是说一个炸弹下去 你能说这里面是哈马斯还是真主党 还是一般平民 那很容易证明的就是什么 儿童你能说他是哈马斯吗 你能说儿童是真主党吗 对不对 可是以色列的炸弹从来就是这样炸的 他是宁可错杀 一千不愿意放过一人 现在打贝鲁特也是一样 一个炸弹下去就22个人就没有命 而且他是打住宅区 他不会像以色列 像这个伊朗都比他遵守国际法 打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打的是军事基地 对不对 他是打那个作战的这个战争的目标 他不是往这个平民里面打 以色列是完全是平民作战人员不分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加萨走廊的打战争 跟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战争 完全两个不同的属性 黎巴嫩是个独立主权国家 他的军队直接开到人家国家里面 到联合国宪章就是违法 那可是联合国他可以 会员国可以叫 可是联合国无法展现集体意志 我就说他的制度设计上 就是武偿可以否决 那美国就是否决 那所以在这个以色列的战争行为上 那么他是美国的爸爸 所以美国只敢叫一叫 可是呢 该给钱的时候要都给 然后呢 有人做过统计 就是战争开始以后 美国已经提供了 三万多发以色列打在这个加萨走廊 跟现在黎巴嫩的各类的炸弹 重磅炸弹 都是美国的炸弹 所以你说美国会不会继续下去 会 然后呢不只是美国 还有美国的盟友 欧洲国家 你看到意大利 这个国防部长叫一叫 这个俄乌战争开打 也没有多久 罗马公约 也就是国际刑事法庭 他就对这个普丁进行通缉 请问普丁 他的作战目标 如果是像现在 内台亚湖这种打法的话 那他应该是最有因的 可是问题 你看内台亚湖的打法 我就是说 平民跟战斗人员是不分的 有的是专打平民 那罗马公约下面成立的 国际罪犯法庭 对内台亚湖做了通计吗 好像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美国跟他的盟友 把这个法庭也瘫痪了 所以就变成说 在这种时候 我觉得应该大家就要知道 这个就是国际现实 联合国也没用 国际罪犯法庭 对着杀鸡可以 可是对真正的 他惹不起的 他还是惹不起 好 我们看到针对这起事件 中国大陆的部分 也出来发言了 这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 附冲 他谴责这一次的行动 他说违反了国际人道法 还有安理会第1701的决议 请教舰长您如何看 北京会出手在中东吗 那他真的施压以色列 可以就会阻止他 进攻黎巴嫩跟伊朗吗 您如何看 首先很多这个世界的 这些战乱的地区 真的有时候 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 那最后的联合国的手段 就是派维和部队进去 像未来 好比说加沙走廊 我觉得就有一个可能是 派维和部队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 让对方的进来 叫维和部队 当初2006年 黎巴嫩跟以色列打的时候 也是因为这样 打到最后打了难分难解 很难 最后什么 就派维和部队 这五位部队 现在还在他那里 他现在的部队的人数 大概有一万人 还有八百个联合国的 文职人员在那里工作 那他们在那里的角色 是在维持那里的秩序 希望你不要伤害百姓 他希望大家双方都能够退一步 但这一次呢 我倒觉得他不是一个 导弹的去打他 我觉得好比说 他这次是一个导弹 把联合国的一个行政人员 八百个大楼给他炸毁了 那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 这次是一个炮弹 然后打到他的哨塔 哨塔就是一个地方站那里 他可以很容易说 这是错误 我可能是打那儿的 弹跳打到那儿去了 他可能可以找到一些理由 如果他真是 就是唐二皇子去打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原谅的 那不管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假的 这个联合国的武昌一定要站出来讲话 这到底你怎么一回事 所以说呼吁调查 中国大陆驻联合国的这个大使代表 说要调查 我觉得这是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呢 你说他有心给他这个 让他的这个叫做什么 战乱给他平静下来 我觉得那不太可能 因为第一个 连美国都管不住 中国大陆北京怎么管得住 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第二个 你一定要想到说 如果中国介入 把这个战争给平息下来 对整个中国大陆的国家利益在哪里 今天有时候 我常在说这个问题 就是要反过来去看 如果现在是中国大陆 跟很多临边的这些国家 有一些小的冲突 好比说越南 好比说这个 这个菲律宾 有些边界的 北冕那样打来打去的 你认为美国会怎么样 在现在美中争霸的时候 美国会想办法说 你们都不要打 保持这个和平好了 他巴不得把你闹大 反正宋宗不就是这样子吗 CIA都会介入的 就是你去反个立场去想 那中国大陆北京 他现在会怎么想 第一 我根本管不住你以色列 我介入 但是这个话一定要讲 外交的这种 唐儿皇子的话一定要讲 但第二个 我再说 他的心理的那些 北京在控制战略的这些人 他可能真的是 怎么样把美国拖进来 才是最大的 最高的中国的利益 是 中国难以色录 那美国的部分 他现在提出要建立这个隔离区 就能让中东的战火停息吗 那其实淡台养胡又说了 除非黎巴嫩 从正主党中解脱出来 否则他这个事情 只会越来越严重 委员您怎么看 纳坦雅胡根本没有打算熄火 特别是因为在纳坦雅胡 灰军北上 这个进攻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时刻 他国内的声望反而止跌回升了 所以这对纳坦雅胡来说 他等于是从天上掉下了一个大礼包了 那么他当然在此时此刻 没有任何的理由停战 那么一旦停战下去 纳坦雅胡要面对国内的 不管是内部的问题 不管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操守问题 这些东西都不是他能够现在愿意承受的 所以其实现在最主要的关键 大家都提到了 就是因为纳坦雅胡不停 然后美国就是一个懦弱无能的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随附组织了 然后美国这些政客 全部都是一大堆眼巴巴的 要看着这些犹太人金主的这个脸色 来拿他们政治现金的这些无能政客 所以对他们来说 黎巴嫩的人命也好 巴勒斯坦人命也好算什么 他们只在乎是他们的户头能够进多少政治陷阱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中国大陆某种程度已经算够带走 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几个视频是 中国大陆某种程度